大家好 欢迎来到陕西美初年 今天咱做一个牛肉丸子砂锅 这是牛肉 我这个牛肉呢 事先拿盐和料酒 稍微腌了一下 一个是让它有点加点味 再一个呢 是给它能够除点腥 这个里头呢 我主要要放几个东西 一个是五香粉 这个是必须要放的 这个也是 本身也是除腥的 那么第二个呢就是花椒粉 花椒粉呢就放一点就行了 不要放多放多就太麻了 下面打一个鸡蛋 进去 如果你肉弄得多的话 你可以打两个鸡蛋 就是牛肉丸子 这个丸子是炸的 有人做生川的 咱们今天就做炸的 炸的丸子味道比较好 葱末和姜末放进去 先把它弄成这种糊状的 然后让它搅和的让它就上劲 下面放两勺淀粉 不要放太多 就是两大勺 这个呢 让它就是可以粘在一起 丸子做的时候不敢太咸了 你做到糖里头是吧 太咸了的时候不好吃 就稍微有一点咸味 不能完全没有咸味 有一点咸味 为了这个丸子做出来不那么糍 善意华人说糍 就是硬 我们要加一个东西 就是我们这边叫面包屑 国内用的把它叫面包糠 孝的时候是不用这个东西 是被摸你 你没有面包糠没问题 就是弄一点家里的馒头 揉碎 软到里头就行了 这样做出来呢 这个丸子就不是瓷底 做出来这个肉它就可以了 有味就行了 我们现在开始做丸子 丸子各种做法 有人呢拿勺做 说就是我呢 做就是稍微弄到瘦里 这样一个肉 这样看没 一久就出来 从这一弄它就出来 很好做 这种丸子你也别做的那么大 也不一定要特别圆 就这样 炸丸子呢 一开始就是要把油先少惹 烧到200度左右 我跟你讲我们在家做 这个油不易过多 你弄一大锅炸 你炸里的油有没有办法 好 又不能再使用 除非半个凉菜呀 啥啦 所以还是宁可少弄一点 弄得慢一点 丸子呢 就顺着锅边往进丢哈 完了以后拿一个小网子 稍微的推一下哈 不要急于腿哈 稍微的推一下 撒锅里头这个丸子呀 它不是干炸丸子哈 就是 其实 不需要 搞得特别熟哈 只要外头 熟了就行了 这时候呢 你把这火转成中火 好 总火你稍微拿筷子 稍微不拉一下 原则呢 就是 你看 把它 外壳整个炸成焦黄色的就好 你看这个哈 像这个程度的 它就是好了哈 你就要老出来 所以你 因为你是分批放进去的 不会同时好 所以你就站到这锅边看着哈 变颜色的 你看这种 完全是 感觉是 因为它是牛肉丸哈 牛肉丸和那个猪肉丸的成色不太一样哈 这种你大概看像 巧克力颜色的 它就基本上就是好了 一定要中火哈 我干大货 丸子砸好了哈 看一看 背开一个看一下中间 最主要中间不是那种瓷的 你看 中间是有这空的 松心的哈 尝一看 中间是软的 魅力看 不是那个 你看不到一块一块的肉在那 这种 你看 像咱那抹粉一样 你看魅力看中间 嗯 香烫 我现在给咱讲一下 咱这个砂锅的菜哈 我告诉你哈 这几个菜是景店的配法 这个就是 就是咱这叫上海白 小青菜 一定要用这种菜 你说我上放白菜行不行不行 白菜是放灰菜里头的 火锅里头一定是绿的 青菜 好 完了以后呢 这个是豆腐 豆腐皮 豆腐皮 有人放腐竹 但是经典的就是放豆腐皮 嗯 完了以后呢 海带丝 看 这都这超市你都可以买到现成的海带丝哈 蘑菇 蘑菇 我放的是这种蘑菇哈 你可以放 咱叫啥 平菇也行 就是不要放那个圆的那种白的那个菇 不要放平菇 就是 Oyster 豪菇 或者放这种菇都可以 往后就是豆腐泡 有的人放油豆腐 但是我还是觉得豆腐泡你把一切 就这样 菜基本上就是这样子了哈 粉丝 粉丝呢 我大概就拿水把它稍微湿了一下哈 为啥不把它泡的那么软呢 咱一会下锅的时候粉丝先下垫底 所以的话呢 就是不需要把它泡的那么软 这香菜 你看我这香菜 你觉得怎么不太一样哈 我现在 咱这疫情期间 这香菜呢 就是我就买一大堆 把它冻起来 吃的时候随时一把抓就行了 这个就不需要老出去买 下面一个呢 你可以放葱 但是呢 我准备放蒜苗 你看刚才这蒜苗胀的味道 看呀 就蒜回来 就长这个蒜苗美得很 给切一弄子 这里头香啊 最后出锅的时候 把这撒上哈 美得很 因为在家你就自己可以 这个自己可以种哈 买几头蒜 就这样特别好 好弄 咱弄多一点 弄一把 你如果没有蒜苗 没问题哈 方葱 经典的 你应该拿一个砂锅来做这个哈 我呢 用我这个锅 这是我非常喜欢的一个锅哈 这个锅是非常的好 好 一个是它传热好 第二个它是不粘的 第三个它呢 就是 它是收水的哈 你看这个锅 就把气啊 水都可以保在里面哈 这个是 New Flam 我没有拿别人广告费 但是我愿意跟大家说这个锅非常的好用 有的时候砂锅太小 家里人多 那一锅不太够用 我们家三个人 这一锅 刚刚好 OK我们先开火哈 我现在呢 就是先放汤 放个地儿 这个是有讲究的 我先把汤给放了 放了以后呢 先把粉丝铺地下 下面呢 咱就铺青菜 然后呢 你再把汤往上浇放 就这样 蘑菇 海带丝 豆泡 豆腐丝 这豆腐丝稍微有点多 但是我先把它放在这儿 刚才跟你说 不要一下加那么多 你弄多了 好 不知道该咋弄呢 我告诉你经典的哈 里头要放 鹌鹑蛋的 那今天没有卖到 所以咱也就免了 把咱的丸子放上头 中火哈 这火不能太大 慢慢炖一下哈 咱自己家吃了 想放多少放多少 我会多 多放一点 这样的话出来 汤好吃 每个人都恨不得吃丸子汤 每个人都恨不得吃丸子汤 粉丝还会吸水的 你稍微多放一点 把它慢过去 我跟你讲 我先不放盐 就先这样 然后先慢火 先蹲着 这个哈 这个哈 中火 不需要煮很长的时间 但是你要保证它是熟的 你咋知道它熟了呢 你先尝一下 最主要是这个 骨要熟了 我这个是差不多了 在这个时候呢 就基本上 想要出锅了 再稍微焖一下 就放盐哈 根据自己的口味放盐 教会哈 尝一下咸的 就像我刚才跟你说的 如果你不是拿这个高汤做的 你这个时候就需要 或者放一点点鸡粉 或者放一点点蚝油来提鲜 高汤做的就放盐就行了 非常好吃 因为你本身海带有个海鲜的 这个海带有个海鲜的这个咸味儿 进去 这个呢 就差不多了 出锅之前 想猜 和酸苗 就行了 你看 咱这锅弄好了 刚才我就说 虽然咱没有鞍唇蛋 咱有鸡蛋 你可以弄两个鸡蛋进去 这样 你把这个糖往上搅一下 就这鸡蛋有味儿 就这样 你说内秤 你看这 史无前例的多的丸子 你快看 这个 这个豆腐丝味儿进去 你看这 海带在这儿 没吧 热热活活的 像家里人做到外一吃 裸个摸呀 啥来的 旧米饭呀啥来的 也美得很好 再看一下这丸子 里面是松软的 非常的好吃 就是要吃的这个味儿 美得 看不出了 你看这边 我把这种豆腐丝 好吗 在那边 我把这种豆腐丝 我把这个豆腐丝